什么是寒露呢 寒露是24个节气里面的第17个节气 也是在秋天的第5个节气 一般出现在10月7号到9号 寒露比白露气温更低 造成地面的露水更冷 所以叫做寒露 寒露的到来预示着北方的玉米可以收获 冬小麦开始种植 也可以说是秋季丰收的气氛 那寒露有什么特点呢 寒露期间气温开始下降 秋冬开始交替 这个时候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冬天了 部分地区还会开始降雪 如果想提前感受雪景的小伙伴们 要了解一下 南方地区部分还会继续气温下降 大家要及时的多加衣服注意保暖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寒露三后吧 寒露三后就是寒露节气时 三个反映气候变化的现象 第一个是魂焰排成队列南迁的景象 第二是抽菊普遍开放的现象 最后一个是指到了生抽海边 突然出现很多蛤蜊的现象 有趣的是这些蛤蜊的因为 条纹和颜色都和雀鸟很像是 经常被误以为是雀鸟 那寒露季节是什么呢 寒露时节其实已经进入生抽了 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很干燥 大家可以按照自身的情况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比如梨子 柿子 胡萝卜 银耳等等 另外大家可以提醒家里的老年人 根据身体情况 多吃一些红杂 莲子 山药 鱼 这些食物 那寒露季节有什么名书呀 寒露时节北方已经进入生抽了 红枫叶也讲出来了 正是爬山的好时候 特别是北京的景山公园 八大处 香山都是人们爱吃的地方 随着久久重阳节的到来 爬山的人会越来越多 想要快速记住二十四个节气吗 请跟我一起练这四只口诀 春雨 金春 清古天 虾满 芒 蜀 蜀 香 年 秋楚 露秋 寒 霜 酱 酱 冬雪 雪 冬 少 大 寒 秋季注意 添加衣服 小心 早 凉 抽油的时候也要关注天气通